3000多的苹果13破麦斯 你想要吗 嗯哈喽 大家好是宝哥 总是有兄弟问我 有没有便宜的苹果手机 其实便宜的iphone一大把 今天宝哥就要带你们去见识一下 各个内存都有是吗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哈 这个屏幕有个小点哈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小漏页吧 就是电池罢了是 然后看一下关于本机13普罗妹给死 然后歇曲还是国喊 国喊就是双卡双贷 这个价格是多少钱啊 三千多三千多是吧 就因为这个点啊 就比正常机便宜了一千多啊 真小啊 经过了解这种机器就相当于微损机 屏幕显示都有不同程度的漏页彩点 但除此之外 就和正常机器完全一样了 功能都是玩无损的 机器也是存原装的 爱死杀漏都是痊愈 所以你愿意为了省一千多 买这种有瑕疵的iphone吗 但话说回来 如果不缺钱的话 还是选这种正常的机器比较好 像这台就是苹果13破卖四美版单卡 原汁原味的原装机 搭载满血a15芯片 6.7寸高刷屏 电池还有百分百 续航性能超棒 还有这台苹果14promise 一位江苏大哥要的 外观属于总型机 没有任何磨损 电池效率也是百分百 广双卡再保十个月 属于高品质总型机 这是小杯的苹果14pro 搭载是6芯片 6.0寸高刷屏 性能和手感都很丝滑 电池效率百分百 品质非常棒 这是苹果14plus 也是国行的 这是双款装带 搭载满血a15芯片 电池效率百分百 很适合喜欢大品的兄弟 还有这个华为卖的50 外观很亮 只有轻微的磨损 搭载上8家芯片 6.7寸高刷屏 使用体验很丝滑 再搞来ipad的米6 搭载15芯片 8.3寸屏幕 相当于是展开的折体屏 很适合笑线娱乐 下面是收虚拟机器 这台是iq10pro 外观还是很漂亮的 层次也很新 搭载骁龙八家芯片 使用体验非常丝滑 还有这台美版的13pro 外观非常新 没有任何磨损 电池效率还有90% 品质很不错 这台苹果12promise 橙色影量 光双卡 电影效率85% 也是品质很不错的机器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咯